相比不食人间烟火的广西河浦 杭州的河方街热闹非凡 一针一换 全城最知名的老字号药铺云集于此 也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中药街 一到冬天 整条街弥漫着浓浓的高风味 我姓于教育百堂 我那祖父的父亲开始 就一直在杭州的中药店里工作 我是第一次在吃中药饭的 一口百年子通锅 一杆陈年老竹搅拌棒 宇百堂是老字号芳回春堂的高风掌勺 也是整条河方街上最炙手可热的高风师 他的高风到底有何高明之处 高风 完散高单中最常见的剂型 多为二十到五十多种药材组成的大型副方 中医认为 人体含热温良有别 辨别体质方能引药归精 故而一人一方 因人而异 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中国人讲究天人相应 顺时养生 所谓冬令进步 来年打虎 这冬季养生 最常用到的 就有高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农历 冬至 由此开始的五十天 是冬令进步的最佳时机 也是高风师们一年中最忙活的日子 年轻的小师傅成东入行不久 听闻于百堂的大名 有意拜师 但是于百堂并不轻易收徒 我心里要收徒一个心 一个诚心 一个良心 熬膏第一步在于食好药 闻药变药是高方式的基本功 于百堂以此为题 设下拜师之路的第一个关卡 福岭 可健脾宁心 是高方中的常客 以质地坚实 颜色白皙 绵牙力强者为家 作为一个高来说 最主要的一个是到底药材 第二个不能有重塑煤变泛油 之类的血象 真正的考验方才开始 熬膏是一场脑力与耐力的博弈 既需要谋偏布局 也得要步步为营 在简单的高方背后 都凝聚着深思熟虑的匠心 在简单的高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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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税芙菱林变鱼润药 所谓润 是让药材吃透水性 不同药材需分门别类 浸泡药材 这个水一定要超过药面的一寸高以上 你要把车段开它的断面 是潮湿的还是含油 在简单的小声 在简单中的下药到原音 还不转了 看到狱有同一堆 123 005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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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10258 10що12-8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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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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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121010101111 是将煎煮完毕的药材包裹起来 反复按压 不放弃每一滴残存的精华 滤药 以细密的纱布为网 滤镜残渣 直至药汁宛若丝绸 缠电 以时间为代价 力求近乎完美的纯杖 仅是熬高前的准备 就需要整整一天光景 如此繁琐 一般高方师不乐意 但于百堂认为 这正是他的高方 与众不同的关键所在 等到万事俱备 进入熬高阶段 反倒变得轻松起来 我从前我父亲就跟我说 吃中药吃凉性菜 吃脂肿菜 做高方不可能每个部份都在看 但是我们要自己 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所做 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所做 牛眼花出来呢 现在就是牛眼花了 记住这个时候粗合了 要准备收膏了 从选药润药到挂旗收高 于百堂的高峰比别人熬得慢 当他的徒弟比别人难 以一生的光阴助一味好药 这就是于百堂高峰的秘诀 诚心诚意的付出 终于得到实至名归的认可 无山上的药王庙 将见证新老药人的更替 高峰技艺的传长 今天我爸通过传授给你 你要认认真真做事 清清白白地做人